Hey everyone, it's Jin 今天我就是想提醒大家 一定要继续补充你的维生素D 为什么会突然想到提醒大家呢 因为我爸最近在我们家的群聊里 发了一篇文章 然后是关于以色列的一项新研究 研究里发现缺乏维地的人 如果感染上新冠 他们的病情会更严重 出现重症或者微重症的 可能性是普通人的14倍 他们的死亡率高达26% 而体内维地水平充足的人的死亡率只有2% 所以26%和20%真的差距非常大 那这项研究的结果 我必须说其实是在我们医疗之中的 因为这些年一直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维地对我们免疫系统的重要性 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对维地的了解 仅限于就是它对我们骨骼好 然后能够帮助钙的吸收 但实际上它对我们的免疫系统 心脑血管细胞分裂等等 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且很多很多研究指出 就是如果缺乏维地 它对你还任何慢性疾病 包括癌症 自身免疫系统疾病 抑郁症这些的风险都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项研究提供了又一条证据 那这也不是唯一我在 新冠爆发后看到的 关于维地和新冠的研究 我记得在2017年 在英国很有名的一个医学杂志里 Lancet里发表了一项研究 当时非常轰动 他们发现补充维地能够降低患急性 呼吸道感染的风险 尤其是那些体内维地水平非常非常低的人 因为那项研究 当新冠爆发后 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 科学家把目光都投向了维地 然后开始研究 维地在新冠这件事情上 可能起到作用 所以在这一两年 其实我看到了很多很多 关于维地的研究 或者是各个国家的西班牙 意大利 印度这些 然后他们的结论 反反复复都是差不多的 都发现如果你缺乏维地 重病感染率 你的住院率 你的死亡率 炎症反应的严重性都会增高 这个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甚至UKNH 就是英国的国家卫生服务机构 就开始给新冠高风险人群 提供免费的维地补充剂 那维地对我们免疫系统重要性 背后的这个机制 其实科学家们不是百分之百确定的 但是非常清楚的就是 在一起期间 我们真的不能缺乏维地 一定要注意我们体内的维地水平 很遗憾的就是现在大部分人 百分七八十人 都没有收入足够的维地 这是为什么我一直在 科普维地这件事情 一直在鼓励大家 一定要补充维地 我觉得维地这个水平和 比如说鱼油 那我觉得一定是 每一个人 无论年龄 小朋友 成年人 老年人 都需要补充的 对于一个普通的成年人 基础线的一个伎量 建议就是5000IU IU就是国际单位 我知道 如果你去网上查资料 会告诉你 剂量应该是几百IU 但这真的太低了 大家必须明白的是 这是最低一些 但这并不代表 最理想的剂量 很多人还会担心 维地是脂溶性的 维摄素会不会超量 会不会中毒 最高线其实非常高 就是我看研究 四万到十万IU 每天摄入那么多 通过几个月的补充 可能导致中毒 这边现在很流行的 就是如果医生查出 你的维地水平非常低 为了就是很快速的 让你回到一个 比较更理想的状态 他们会给你开 就是一周吃 六万IU的这个单位 然后吃八到十周后 再去做检测 我也非常建议大家 下次做体检 去验血的时候 一定要查查 你的维地水平 因为如果你的水平 很低的话 也许五千IU 都是不够的 我平时吃的是 这款 放了这款 就是一粒 就是五千IU 但我在冬天 其实会吃两粒 因为冬天 波团天气 就是没有什么太阳 我的水平很容易偏低 当你的水平 回到了理想的状态 也许你可以停断时间 或者降低你的剂量 再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选择微低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第三形式 而不是第二 一定一定要确保 剂量是足够的 因为市面上 很多产品建议 可能只有几百IU 这个真的起不了什么作用 当然如果大家不确定 我非常建议大家 和你的医生 一样是一起做一个方案 我就是想 再次提醒一下大家 然后希望大家 健健康康的 好 爱你 拜拜